今年的秋台是特别多 如果抽水机组无法发挥功能 难保不会酿出灾情 立法委员于天关心抽水战的运作情况 特别视察了三重西美抽水战 他表示将向行政院反映 扩大内需争取经费 增加西美抽水战两组集聚 寄星乐客台风耿扫全台湾 紧接着哈格比台风驻到 为了关心区域排水立法委员于天现身西美抽水战 那么之前水利署还有营建署也都来看过 但是经费一直都没有下来 那么也不在意这一次的扩大内需之类 那么所以我想我既然已经了解这个实况 那我就再向中央来尽量争取 尽快的把这个款项拨下来 像我们三重总共扩大内需一千多余的预算 我们三重只分到两样工程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这个比例原则有点不太符合 尤其是我们三重很多居住的人口都是外地的人口 三重在扩大内需方案只争取到 比华部接三百万和主要道路维修两千七百万 但是因应人口大量增加的重阳重化区 未来排放日常污水 碰到台风大雨回贯 西美抽水站势必得再增加两部抽水基础 在这次扩大内需里面 看能不能就是说把西美抽水站这个扩建的一个 一个机组的经费能够纳入在这个扩大内需里面 那我们也期盼说 立委能够帮我们在中央争取这些经费 要确保当地防汛至少得砸下九千万 这一点银建署和水利署曾经到现场了解 认定的确有必要 不过就是找不到经费 对于立委愿意争取三重市公司乐观其成 希望立报员真的能够争取到经费 为三重市民谋福利 听完天新闻沈志勇 陈寅会三重采访报道